這般的問卷調查 填寫問卷裡面的話,有兩位同學是進階的 然後有三位同學是入門的 所以如果你填入門的同學的話 恐怕你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就是要花比較多時間練習 另外各位也不用擔心,我上次會把影片錄下來 然後呢 我會記到你的信箱,並且告訴你那個論壇的位置 如果你希望下一次 也都能夠收到影片的話 你就是再加進來 然後我只要上完課之後,把影片錄下來 傳到你的信箱 然後你就回去自己再看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學不會啦 反正你就是反覆 再針對你不會的部分 去做聽講 OK,我想應該也沒什麼 不太不會 除非說我裡面沒講到 那歡迎你再提出來 OK,這樣的話,確保說 你們的那個學習的那個品質 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你會發現最多同學還是希望多一點那個 對於 Python處理Sale這個部分 OK,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 檔案跟資料 這個也是我們的重點 還有VBA 到 Python 的 轉換 OK 其他大概這些 選客動機 大部分都是自我成長 100% 還有 有同學是希望怎麼樣 希望學會資料庫 MySQL OK MySQL其實我那個在雲端上有補充啦 不過 至於能不能上的到 可能還是要看那個我們上課的進度 而定 然後 其他的 如果沒講到當然你可以再提出來問 剛好業務需求 興趣等等 OK 好,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剛這個問題 你們除了說可以 直接 撰寫程式之外 請各位呢也在開啟 慢慢習慣一下 以後我的所有資料 都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 反正來上課的話 你就記得這個網址 如果你們來上課的話 因為我們簽到的話原則上還是以那個 線上簽到的方式 所以 簽到的話我是把它放在雲端裡面的這邊有個 教學論壇 打開來 這邊有個QR Code 可能因為 每次上課 因為我們私底課 這邊有一個 有個QR Code 請各位就是自己在掃這個QR Code 然後簽到 如果今天還沒簽到的話 待會的話請各位 花一點時間簽到一下 另外的話 每一次上課的論壇 我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想要 再加入 你可以自己從這邊加也可以啦 那你只要告訴我什麼呢 要求加入之後 告訴我你的那個 如果你有學號姓名 告訴我一下 因為 這個論壇 只有上課學員才能加進來 也就是說 非上課 的 這個學員 是沒辦法收到那個上課的影片 OK 那另外的話呢 除了說 這個 教學論壇這個連結之外 我剛剛的相關的資料都放雲端白板 第2個單元 所以記得第2個單元 這裡 所以你把第2個單元打開來 剛剛的程式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假設了還是有錯 你可以Ctrl C 怎麼樣呢 Ctrl V 這個應該都一模一樣 貼上就可以 Work了 當然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一樣 存檔 存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 我建議呢 你把它存在低碟底下 請你在低碟底下 建一個目錄好了 我目錄名稱 直接在這邊新增目錄 按右鍵好了 右鍵新增目錄 新增 一個資料夾 那 資料名稱我剛才叫什麼 叫Python 17 好了 因為我們這一期是117 所以 我取這個名稱 然後把 打開來之後 就在低碟底下 的這個目錄 然後 檔名的部分的話 我們原則上叫Tex Tex 01好了 第1個程式 把它儲存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把檔案 存在剛剛那個目錄 如果要開啟的話 關閉從這邊關 如果要開的話 開啟秀檔 找到低碟底下 有一個叫 Python 117 打開來 程式又出來了 只是說他沒有放大 把Ctrl加 再放大 執行看看 結果 冒號 8 OK 這個是第1個 那第2個的話呢 請各位呢 也許可以練習一下 這個 形態的部分 除了形態 轉型部分之外 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是把什麼 把 文字 把什麼呢 把一個數字 轉換成文字 那我們是用String 有沒有 可是喔 如果說上面部分 我想要做個改變 請你們 把什麼呢 把這個 3前面加個什麼 雙引號 後面加個雙引號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 就變成什麼 文字了 那文字 跟 數字 假如要什麼 做 累加的話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執行的話 會發現什麼錯誤 執行看看喔 假設有執行 他一樣出現這個錯誤 有沒有 Type A 為什麼Type A 他還跟你講喔 而且講的問題一樣喔 有沒有 CAN ONLY 他可以串接 兩個是一定要是 兩個都是 文字喔 你想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串呢 那我是不是應該把什麼 這個是文字 那這個是數字 所以呢我如果把什麼 把這個 轉換成 不用我這樣轉 會不會正確呢 你說這個文字 然後再加這個把它轉成文字 結果會不會執行結果 會不會出現呢 會不會錯誤呢 執行出來你會發現 沒有錯誤耶 只是結果有點怪怪的 哪有怪怪的 結果冒號 你會想說 你想說 應該3加5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8才對啊 那為什麼35 因為 他把它當什麼 兩個文字嘛 所以兩個文字 一個3一個5 串在一起 不是35 所以顯然剛剛的方法是錯的啦 那如果說我要正確的話 應該怎麼做 那就剛好 我不應該怎麼樣 把B轉成文字 而是應該怎麼樣 把什麼 把A怎麼樣 轉換為什麼 有沒有 它本來是文字 所以理論上 我的需求是應該把 把這個3 轉成這樣的3 也就是不要有這個 有沒有 然後才能夠跟5 就加減的計算 OK 所以喔 那如果我要這樣轉的話 應該怎麼做 OK 特別注意喔 記得 請你在A的前面加一個 INT 挖弧 OK 這個意思就是怎麼樣 看得懂意思嗎 就是可以把 把文字3 轉變為 數字3 OK 那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這樣轉喔 所以我剛剛只有改兩個地方 一 把 這一個 改成 文字 第二個的話 數字 除了有整數 之外 也有那個 小數點 那在Python 裡面叫 符點 如果你們有聽 學會成應該知道 符點 Floats 那這個 Floats 如果說我今天 把這邊 改成什麼 3.5 的話 3.5 加上 5的話 那應該多少 8.5 對不對 可是喔 如果我今天 還是用INT的話 INT 顧名思義 INT是整數的意思 那如果說你 3.5 經過INT的話 他意思就是只保留 整數位喔 那小數位去哪裡 自動幫你移除掉 所以喔 我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是3.5 加上5的話 應該是8.5啦 可是你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問題出現了 他會告訴你說 Value L Value Value就是直 直怎麼樣呢 發生錯誤了 為什麼呢 他說喔 你這個地方 明明你裡面 放的是3.5 是一個什麼 一個小數位數喔 可是你為什麼要叫我把它 轉成整數 所以他顯然是兩邊形態 不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假設 這個數字裡面有小數位數的話 你要轉換 形態喔 特別注意喔 那你就不能用什麼 不能用RNT 應該用哪一個 叫Float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喔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叫Float 這個Float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裡面是小數位數的話 那請用什麼 用Float來轉型 OK 那也就是說呢 他經過那個 Float之後 他會幫你把小數點保留下來 INT就不保留 INT就是轉成整數而已喔 所以 基本上的話 最基本的形態 不外乎就轉成文字 轉成INT 轉成Float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執行看看 會不會OK 執行 有沒有 結果是8.5 沒有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剛剛主要 再多講了 兩種那個形態的轉換喔 包含就是INT 包含就是Float OK 主要是變更A的部分 當然如果你要改 改B也沒關係啦 所以待會也許你們可以 改成不同 所以有三種形態嘛 一種是文字 前後有雙語號 一種是數字 數字又包含有小數點 沒有小數點 的一個變化 那這三種形態喔 也算是那個 城市裡面最常遇到的 三種變數形態 所以請各位 練習 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另外呢請各位 一樣到雲端白板上面去 找到第二個單元 下方請你捲動到下方 的第幾頁呢 第四頁的地方 所以你往下捲動喔 這邊就有一個叫做 所謂的 算數運算值 算數運算值 OK 那裡面當然除了加之外 剛我們用了 還有減 還有 乘 還有除 這四個是應該 大家不會陌生喔 那可能會比較特殊的 就下面這三個 這三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 未來 在我們這個 城市撰寫裡面 還蠻常遇到的 比如說 求餘數的話 OK 另外的話呢 除除的話是除完之後 的整數位數喔 除會有小數點 可是除除之後 沒有小數點 有沒有 本來是應該是6.4 對不對 那除除的話 只有6 也就是他 不會有小數位數 用除除 那幾次方的話 比如說7的2次方 那就寫成乘乘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說假設 我們把那個 加減乘除 把它帶到這邊來 比如這邊改成乘 3.5乘上5 那應該多少 知心看看 17.5 有沒有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除以多少的餘數 3.5除以5 餘多少 你可以試試看喔 魚應該 3.5除以5 還是魚 不會整除 然後 另外的話 還有除除 還有什麼呢 還有層層 試試看好了 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來 學一下